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以及爱他的丈夫 格兰特则继续从事有关迅猛龙的研究 他发现迅猛龙有一个用于发生的精密共鸣枪 他们以此互相交流 协调攻击捕猎食物 所以迅猛龙不仅凶猛聪明 他们甚至还有了社交能力 格兰特现在的助手叫比利 他聪明好学 还为格兰特制造出了仿真的迅猛龙共鸣枪 格兰特虽然无比惊喜 但侏罗纪公园的经历还是让他放弃了脑中一闪而过的想法 晚上受到负伤保罗的邀请 格兰特与比利一起来到了餐厅 保罗告诉格兰特 他与妻子Amanda想在结婚纪念日当天去索纳岛低飞探险 并希望格兰特能做他们的向导 格兰特则很快拒绝了他 因为索纳岛现在已是禁区 而且他也不愿意再进入恐龙的世界 但保罗这时却立马掏出了支票本 只让缺少研究基金的格兰特最终同意了保罗的请求 很快飞机就来到了索纳岛 格兰特也开始向众人介绍着各种恐龙 但这时飞机却打算降落 意识到事态不对的格兰特出言阻止 却被保罗带来的雇佣兵打晕 当他醒来时 飞机已经降落在了索纳岛上 无知的Amanda还在跑道上拿着大喇叭呼唤着艾瑞克的名字 害怕喊声招来恐龙的格兰特急忙让Amanda停止叫喊 但为时已晚 森林里立刻响起了恐龙的怒吼 一行人迅速返回飞机并准备起飞 而没赶上飞机的雇佣兵却出现在了飞机的前方 即便如此 纳什也毫不减速 而这时 一只巨型吉隆突然从林中钻出 咬死了可怜的雇佣兵 飞机也因为强行拉高而受损 最终坠落在不远处的树林里 只是还没等纳什用卫星电话联系上救援队 卡在树叉上的飞机就遇到了寻踪而来的吉隆 飞机转眼被拆解 纳什也被拖出机舱吃掉 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 众人躲在残破的飞机里乱作一团 而格兰特则趁着吉隆拆飞机时 带领大家赶紧离开 他们迅速跑到了巨树丛生的区域 将身后的吉隆阻隔在外 大家本以为安全无余 却又再次遇到了正在禁食的霸王龙 格兰特刚开口阻止大家移动 霸王龙的怒吼就让众人不听指挥 拔腿就跑 结果没跑多远就一面遇到了进入树林的吉隆 好在两龙相遇比较高低 吉隆与霸王龙很快就打成了一团 最终被吉隆扭断脖子的霸王龙倒在了地上 众人也趁乱逃了出来 随后格兰特气愤的向保罗寻求事情的真相 在保罗的解释下 格兰特才知道了一切 原来阿曼达是保罗的前妻 两人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找到他们的儿子艾瑞克 因为在两个月前 艾瑞克与阿曼达的男友大卫 在这里玩飞散时失踪了 保罗在求助政府无果后 才与阿曼达一起找到了格兰特 骗他一起来到了索纳岛寻找艾瑞克 而且保罗也根本不是什么富商 他只是一个卖位于设备的小店主 这样的真相让格兰特略感无语 但一行人还是很快找到了艾瑞克的飞散 并从遗留的摄像机中 看到了大卫与艾瑞克成功降落的录像 只是在比利搜起飞散时 大卫的尸体突然从里面掉了下来 受到刺激的阿曼达尖叫着冲进了树林 保罗则赶紧追了上去 但就在保罗追上阿曼达时 两人却看到了恐龙蛋 而格兰特在查看过后发现 这些恐龙蛋正是来自迅猛龙 于是他赶紧带着所有人离开 并来到了早已废弃的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里陈列着很多以前实验时的小恐龙 而其中一头看上去无比巨大 阿曼达忍不住凑上去查看 没想到这竟是一头伪装在容器之后的迅猛龙 面对他的追击 一行人疯狂逃窜 好在他们最终还是将迅猛龙困住 但此时格兰特却惊恐地发现 迅猛龙正在向他的同伴呼救 而受到信号的迅猛龙则快速追了过来 保罗夫妇与比利成功爬上了高速 但慢了一步的伍德却被迅猛龙扑倒 奄奄一息 阿曼达听到了伍德的身影 不顾保罗的阻止就要匆匆下树救人 幸好他摔了一跤半挂在空中 让在树下守株待兔的迅猛龙扑了一空 另一边与众人走失的格兰特 则在草丛里发现了两头迅猛龙正在交流 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 当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 聪明的迅猛龙就围攻了上来 正当他命悬一现时 脚边突然滚出了一罐鹰雾弹 受到刺激的迅猛龙被迫离开 艾瑞克则趁机冲了出来 并将格兰特带到了他的临时避难所 格兰特不得不佩服这个机智勇敢的男孩 他竟然通过自己对恐龙的了解 在索纳岛上顽强地活了两个月 第二天一早 格兰特便带着艾瑞克离开避难所 去找他的父母 而其余三人也按照原先的计划 向海岸进发 于是两队人马终于在高大的围墙边会合 只是温馨的时刻还没维持多久 巨大的吉隆便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格兰特带着艾瑞克拔腿就跑 最终发现了一个缺口钻了过去 而强壮的吉隆又撞破了高墙 再次向着他们冲了过来 好在一行人还是躲进了邻近的堡垒 成功逃过了一劫 暂时安全之后 比利便向格兰特索要他的背包 这样异常的行为引起了格兰特的警觉 他打开了背包 发现里面竟是两枚恐龙弹 原来比利这个猪队友 考虑到恐龙弹可以换来巨额的研究经费 于是便偷偷将恐龙弹藏在了包里 但正是这两枚恐龙弹 才让他们一直被迅猛龙追击 随后一行人便顺着堡垒 来到了迷雾缭缭的山谷之中 只是还没有前行多久 格兰特就发现 这个迷雾之中的空间竟是一个巨大的鸟龙 而这时 翼龙突然出现 他一下就将尖叫逃跑的艾瑞克抓起 然后当成食物送给了小翼龙 而为了救下艾瑞克 比利纵身一跃 打开了之前收好的飞伞 并在随后救下了被小翼龙袭击的艾瑞克 两人乘着风向山谷深处飞去 只是翼龙很快就追了上来 并撕破了他们的飞伞 比利只能让艾瑞克先跳入水中 自己继续控制飞伞降落 另一边 在通道中的三人也被翼龙逼到了边缘 并最终掉入了河中 追击他们的翼龙则被通道砸死 接着 三人成功与艾瑞克会合 但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比利 被翼龙争抢着顺流飘走 来不及悲伤 一行人又迅速登上了破旧的小船 离开了巨大的鸟龙 四人顺流而下 开始向着海岸线停静 很快 他们便来到了一处临岸的水道 保罗却听到了自己卫星电话的响铃声 走近一看 是一处恐龙的粪堆 原来 吉隆在吃了那时候 又将卫星电话拉了出来 于是他们忍着臭味找到了卫星电话 虽然这只是一通广告电话 但格兰特还是在之后 利用卫星电话打给了艾莉 而接电话的却是艾莉的孩子小查理 于是格兰特催促小查理去找妈妈接电话 但这时 吉隆突然出现 并撞击了船身 格兰特的电话也被挂断掉到了一边 而众人也不得不躲进船上的铁笼子里 另一边 小查理在找妈妈的过程中还忍不住看了会儿动画片 然后才想起电话的事 于是小查理赶紧找到了妈妈 而艾莉看着早已挂断的电话 顺手就回拨了过去 这让笼子里的众人又听到了电话的响声 格兰特则奋力拿到了手机 并在被拖入水中的刹那间 向艾莉喊出了自己的位置 接着 在笼子里挣扎的保罗先行脱险 他看着还在河里被吉隆袭击的家人 毅然决然地爬上河边的起重机 保罗大声地呼喊成功吸引了吉隆的注意 为艾莲达一行人争取到了宝贵的逃生时间 但吉隆却愤怒地撞击着起重机 保罗也因为剧烈的震动甩到了半空中 危急时刻 格兰特将信号弹射向了河面 点燃了从船中泄露的汽油 熊熊的大火最终让吉隆退回了丛林 保罗也顺利脱险 第二天 迎着出生的旭日 艾瑞克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正当众人欢欣鼓舞冲向海岸时 追寻而来的迅猛龙却将死人包围 他们认为是Amanda偷了弹 并让他归还 而Amanda则按照格兰特的指示 小心翼翼地将弹还给了他们 而这时格兰特发现了比利包中迅猛龙的共鸣枪 于是他突发奇响 吹响了这个仿真的头骨 迅猛龙们在听到声音后感到了些许疑惑 但还没等他们商量出对策 头顶却响起了直升机的声音 这让受惊的迅猛龙迅速拿着弹离开了 最终冲向海岸的众人 看到了前来营救的海军陆战队 格兰特还在直升机上见到了身受重伤 但已经顺利脱显的比利 伴着温暖的阳光 他们开始飞向停在海面上的军舰 而挣脱牢龙的翼龙们也慢慢飞向远方 飞向属于他们的新世界